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神观战来观战版悠悠子的小提琴 机械先知祭司前锋班庸兵 修得很快 第一个点能看见街市的娃 妈 好像不行 插个眼这边,他是判断这边二楼有人啊 然后一个眼一插这边耳鸣都消了 那应该是大直知道就是人在后面方向了 反向折回去抓这边的祭司 不好处理啊 这祭司他的洞可以躲闲的,不是特别好处理 闲交互点 来看一下,一根闲横向风 祭司这边走大路,走大路就吃一刀 这个闲虽然说打不到你了,但这边没有交互点了 对吧,走大路就是打一刀 那鸟顶上也行吧 小丁家这边可能就陪跑了 反正你这边鸟有 我这边正好等于说等自己的一个闲的CD 这个洞一穿那应该是死抓祭司了 因为祭司的洞已经交得差不多 就剩最后一个了 闲这边封,能不能封住这个点 还在瞄,还在瞄,漂亮 哎,这颗闲拉的真舒服 然后又是这个点 这个点的话没有办法去打洞的 跟上来应该是一刀带走了 舒服,他的一个技能放的就是很有压迫感 不是那种就是直接秒放的 虽然说看上去可能就不像有些 对吧,之前我们观战过奔雷手 那样的技能很快 但是呢,他的技能很稳 就算我的这个鞋的技能 没有办法打出伤害 我也能够通过逼迫你的走位 将这一次的一个鞋的技能 转化为一次普通攻击的伤害 这样的话其实效率是很高的 这边闲的话,风走位了呀 走位,走位,拉漂亮呀 哇,好帅 再一波拉完在身位上面贴住这个前锋 对,不让他拉球就行 卡住,卡住,卡住 要过半了,要过半了 过半就行 虽然说打了一刀椅子吧 但是这个祭司是过半的 一个挂飞 前锋这边硬保祭司 但保没那么好保啊 行,能不能瞄过去 瞄 要换一个角度拉 要换一个角度拉 这边能不能拉出来 拉不出来,拉不出来算了 拉不出来,祭司还有个洞 前锋这边的话应该是会 再找机会来顶一手的 这个口罩面前锋 就撞这个穿的这个洞 这个点可以撞 他这边不撞 应该是考虑到是什么呢 就是 这波草哥没撞 是应该考虑到就是祭司 他刚穿完祭司的洞 然后这边直接撞 他有困兽 因为当时那个是定点撞 你要想撞这个窗口的话呢 别人翻出来撞是一个定点撞 但别人往里面翻进去 这也不是特别好弄 这边的这弦应该封住位置了 漂亮 这波弦 虽然说明打出伤害单封住位置 但不过这边的话 因为前锋在这边进行一个遮挡 翻出去往外一走 还行嘛 这样的话保了一轮 大家可以看到这密码机 已经是只剩下最后一台了 今天是我阿顺 甚至都准备贴门了 交衣服 再交 这一手如果前锋真能撞下来的话 哎哎哎哎哎哎对 这边娃娃强行摸 先拉掉 哇这穷人打的是真的硬 可能要过去拉一刀 对还拉你一刀 拉你到前锋这边可能要来撞 再打好的 这样的话挂飞以后节奏不断 将前锋牵起来 因为他这刀打完以后 就想骗前锋来撞 前锋这边是上当的 应该是上当的 我感觉这边小T金是有想法的 击倒前锋 这边马迹点亮击倒前锋 娃娃也没有 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贴门 挂上前锋以后还有一手底牌 能切传送 这个局说不定要翻成一个 多抓呀 本身其实前期开局挺好的 但是呢 由于那波是抓的是个祭司 祭司本身在这样子 都一个牵制能力很强 再加上前锋非常好的一波 那个撞 让这边的 直接传送嘛 直接传送的话 那这边接着去捞人了 下板 有车 有车 这边咸一封 无穷洞一开 弹走 捞下来以后 直接点门来得及吗 前锋要过半 半雪前锋 借师炸点 捞下来 前锋这边得有 前锋有球 他得卡着来 卡一手 但这边不知道 有没有看见这个前锋 我们因为透视视角 所以说从刚刚才踩影当中 是能看见这个前锋的 但小迪鹰家对吧 这你势力不可能这么好 而且他关注点的话 可能也不一定在这个地方 这边来排耳鸣 有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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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看见吗 有足迹了 有足迹了 借师那边 能看见吗 借师一个进步翻 好像看见了 哇 真的给他排到了 排到的话 慢慢守就行了 这里前锋要拉球过去捞人 但是小迪鹰这边的话 来回防守 其实 穷者这边是抓不到机会的 而且这个鹰符飘到前锋的话 位置上应该是明确了 追着前锋打 前锋这边只能是找机会去跳地窖 想捞人 不太好捞啊 闲 没封住 拉球 过去救人 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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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不了的话 应该是一个多抓了 草哥那波撞没有任何问题啊 因为他那波撞 但凡撞下来 有可能是四人开门站的 还针灸下来了 针灸下来也没关系啊 这走不了呀 这先知你还能吸出一个你要跳地窖 三秒钟写好了 帮忙扛刀 先没打住 音符一捡 好 这刀 先去挂前锋吧 这边可能会要先去 这先知也是挂飞 挂飞以后 因为后面的门没有开 挂到前锋那边去 然后再捡起前锋 往那边挂 也行 也行 前锋叫自己 走地窖 机车是能不能走 这个位置前锋一个翻板加速 好像有机会能走地窖 这里好像要平 好像要平 当时如果说不挂 这个先知 直接去挂前锋 好像更好一点 好像更好一点 那这把的话 其实两边打的都很好 在残局部分的话 穷者是没有放弃 然后凭借自己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配合 是打出了一个平局 改变视频 下期再见 拜拜